由于输给林南,櫻木一直没有走出失败的阴影,只要有人提起昨天的比赛,立即铁头攻刺后,走到校门,一个憨劈撞枪口上,清田嘲讽櫻木输了比赛,劝说他加入柔道社,话音未落,先被櫻木一记爆头,后被流川骑车撞倒,走廊上,流川迷妹团堵住櫻木,并说道如果不是你不肯把球传给流川,湘北一定不会输,那玩就跑,这可把櫻木记坏了,听到身后有人讨论比赛,櫻木正要挥拳,转头居然是秦子,櫻木一 一秒回头,他实在是没脸见秦子,在秦子和闺蜜们的鼓励下,櫻木重新找回自信,不禁洋洋得意,这么短时间内就把运动鞋磨坏,说明你一直有在认真训练 随后,秦子主动提出要陪櫻木去买篮球鞋,放学后,两人一起逛街,櫻木却觉得这是一场约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两人选择恐惧正犯了,这个好看那个也好看,不一会儿就把店里的款式都试了个变,老板都无语了,櫻木穿着球鞋又蹦又跳,一不小心踩到老板,老板立即脱下鞋子,一顿猛擦,看见这双鞋,櫻木爱上了 你都已经穿过了吗,30块钱卖给我怎么样 纸上最惨老板诞生,回到球场,大家鼓起干竟为夏季联赛做准备,画面一转,姐姐和高公望不知道偷窥什么 杨平大男对着他们的屁股就是一脚,两人赶紧拉下杨平大男 原来一个小伙子正在表白,却被女生拒绝了 这个时,小伙子抓住大男的手,一副不好惹的模样 球场内,台子向大家介绍夏季联赛的对手,县里的高中超过两百锁 去年的冠军是海南高中,他们在国内是很有名的强队 另外还有祥阳高中,实力仅次于海南高中 第三就是陵南高中,一起先到,流川英木气的咬牙切齿 虽然今年高手如云,但我们的目标,依旧是全国冠军 球场外,大男举着手向小伙子讨说法 你开不起玩笑,调你把我捏的,两人剑拔弩张 准备单挑,杨平闪现,主动道歉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吧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做,功成良田 英木拿着星球鞋在损友面前炫耀,得此神器,如虎添翼 看到秦子,英木越发起劲 他认为流川比他出风头 差距就在鞋上,在教室疯狂奔跑 杨起的疯害秦子差点走光 教室里,赤木非常烦恼 如果功成归队,今年称霸全国就不是梦想 但想起英木,队里一下出现两个问题而同 怕是难搞 功成在角落穿鞋 突然来了不速之客 你小子出院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放学后,才此遇到快乐高歌的英木 于是就拉着英木一起去找功成 另一边,功成被绝田等人围堵 他表示比我嚣张的四人组不是已经到学校了吗 你们不去收拾他们,找我干嘛 绝田说,迟早要收拾他们 功成嘲讽道,人家根本不把你放严厉 尤其是那个叫杨平的,实力在你之上 绝田一听顿时不高兴了 背着拳头冲向功成,功成灵活躲避 这时,一只手抓住绝田 男人正是三井兽 另一边,篮球队成员正在讨论功成 原来功成是二年级的主力 由于与三井打架导致住院 三井摘下口罩,这都是功成的杰作 冤家路窄 樱木才子正好碰到功成等人 看见心爱的女人和樱木在一起 功成十分嫉妒 这一哭把三井都给整不会了 突然,功成一记重拳打向樱木 三井表示 兄弟你打错人了 此时的功成什么都听不进去 一招白贺亮翅踢飞樱木 三井拉住功成 你是不是瞎 我们的恩怨怎么解决 下一刻,樱木从草丛一跃而起 踢飞功成三井 大战一触即发 功成误伤三井 樱木扭过功成的头来个铁头弓 憨憨绝田还主动跑上来送了个人头 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财子忍无可忍 各少两人一扇子 并让他们赶紧回去练球 两人一路飞奔 樱木还不忘记炫耀自己的球鞋 功成一愣 他居然有我梦寐以求的球鞋 太久没来社团 功成都忘记社团在哪 继续飞奔 同时手握更衣室门把 难道你也是 你也是 球场里 功成闪亮登场 惊人的速度快到安田都没反应过来 一旁的流川看了也觉得这小子有两把刷子 木木说道 功成虽然问题很多 但球技一流 是下一届队长人选 樱木一听 你马跟我抢队长 接着走到功成面前 将拍彩虹屁的安田扔出十万八千里 随后 樱木向功成发出挑战 功成不理解为什么赤木会让樱木加入篮球队 樱木不怒 反而吹嘘自己在林南一战中的优异表现 话还没说完 功成轻松抢走篮球 趁人不被算什么本事 既然如此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 换樱木防守 还没等功成回过神 球瞬间抢断 这一巴掌把人家手都打肿了 功成瞬间抢回篮球 樱木一击撞击 再次抢回球权 这下可好 两人大打出手 你一拳我一脚的 秀了大家一脸 幸亏赤木及时赶到 放学后 樱木一直尾階功成 樱木问他是不是喜欢才子 功成瞬间实话 你虽然有点讨人厌 但是也有可爱的地方嘛 你是为了追才子才进来球队的吧 功成转头哭泣 樱木瞬间一愣 深夜 两人坐在秋千上唱谈人声 深情男孩开始诉说自己的经历 为了忘掉才子 功成开始不断追求其他女孩 在短短的一年里 他已经被甩了十次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樱木一听善然泪下 两个痴情男 一个迷恋才子 一个迷恋情子 被甩了十次的功成 和被甩了五十次的樱木相比 那真是小儿科 两人惺惺相惜 兵士前嫌 第二天 失恋者联盟成立 哥俩好六个六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你马是什么情况 海滩上 一件关于篮球队的大事即将上演 海滩